乔治亚示威不断总理请辞 乔治亚大规模示威不断,凸显政府支持度骤跌后,总理科维利·卡什维利,GRG Farikashvili,今天宣布辞职。 科维利·卡什维利在电视演说中表示,做出辞职决定,是因为何,执政党、党主席、亿万富翁出身的前总理爱万尼斯维利,Bigen Ivaniashvili,有许多根本上的不同。 上任两年半的科维利·卡什维利宣布请辞,正是民众越来越不满政府对经济的处理方式,以及近月大规模示威频传之际。 6月1日,数千人走上首都特比利西,Tbilisi,街头,指控一起谋杀案审判有政治力介入,要求科维利·卡什维利下台。 接住特比利西的铁云工大皮工,让这个有120万市民的城市公共运输激进瘫痪。 5月间,数千人在特比利西集会,抗议警方铁腕搜索两间人企业店以及政府严厉的反毒政策,并要求科维利·卡什维利河内政部长卡哈利亚,GRG Gagaria,下台。 科维利·卡什维利2015年12月起担任总理,现年50岁。 根据乔治亚宪法,总理请辞,内阁也需总辞。 接住执政党有7天时间提名新总理,再由大致上为名义元首的总统来任命总理。 接住执政党不脏。 接住执政党不脏。 接住执政党不脏。